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小姐和冷先生这部影视剧的内容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最终将会为大家讲述年上清冷玉姐和年下中选之间发生的高田故事 不得不说 田小姐和冷先生中的剧情和王子文 吴永恩 简直就是同一种设定 如今 姐弟恋的影视剧越来越多了 也可以看出观众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非常的磕上头 在田小姐和冷先生中 王子文饰演的是女主孟好田 是一位创业路上披肩斩棘的美貌和实力都并存的女强人 对于王子文在剧中的这种人物设定 可以说是对她两身定制的一样 王子文欲解十足且精致的五官外形 是非常适合扮演女强人的模样呢 在田小姐和冷先生中 肯定能磕到不少网友了吧 王子文身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不仅是演织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演技也同样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前段时间 在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等影视剧中 就塑造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影视角色 王子文在剧中 上演观众们都非常喜欢的年夏恋 王子文在剧中将会为观众塑造怎样的影视角色 这下不期待都不行了 在田小姐和冷先生中 和王子文领先主演的是金翰 在剧中 金翰饰演的是冷思明 是一位精英年夏男的设定 也是观众们非常喜爱的中全系男友呢 对于金翰在剧中上演姐弟恋剧 其实是有点没想到 毕竟金翰的外形就是霸道总裁的模样 将会上演怎样的高田剧情 同样也是十分期待 金翰前段时间在金西何西 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追剧热潮 如今 他便是足足堆积了三部带播影视剧了 看来金翰在影视资源上 同样也是很丰富的 演技可圈可点的他 演技也是备受观众的认可 能否为观众塑造出年夏男的模样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王子文和金翰在剧中将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 但是光看如今 看到两人在田小姐和冷先生剧中的合照 就已经感受到了CP感了 王子文的预解法 和金翰的中曲男友 这对CP磕到了 就冲着这设定 不追剧太可惜了 配角也看点十足 不仅仅是田小姐和冷先生中 两位主演非常值得大家期待以外 剧中的配角也同样是看点十足 郑妙这位高颜值演员也将会在剧中出演 光是看着她在开机片场中的状态 就已经被吸引住了 这颜值真的太高了吧 五官精致且气质十分吸引我们 看来又能吸引到不少颜值粉了 最后在田小姐和冷先生中 田蕾希也将会在剧中出演呢 田蕾希在紧急公关等剧中 都塑造了印象深刻的影视角色 且田蕾希的颜值也同样是非常高的 冲着全员高颜值 这下收视率不愁了 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田小姐和冷先生 开机的消息中 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讯